你跟员工说你要对我忠诚 打不两不就是价值交换 你给我六千 我干五千的活 你给我五千 我干四千的活 你第一五千我不干 很简单的道理 我凭什么忠诚于你啊 太搞笑了 还有很多老板更搞笑 去学什么以奋斗者为本 华为嘛 回去之后就跟员工说 你看华为之所以成功 就是奋斗者为本 你们这些人都不奋斗 都是懒汉 所以我们做不起了 员工听了我告诉你 知反感 你知不知道奋斗者为本 是什么意思 奋斗者为本 不是老板听完课之后 去给员工洗脑 你们要奋斗 华为的以奋斗者为本的意思是 以奋斗者为本 就是不能让奋斗的人吃亏 要给他们更好的平台 更公平的回报 让他们在这里成长 成就和成功 这才叫以奋斗者为本 举个例子 新东方直播间火了 很多人挖小董老师 余敏红针对这个事情 出来回应了 你们看吗 他说很多的人来挖小董老师 我会不会介意 我不会介意 他们为新东方的直播间 做出了那么多的贡献 今天我们要思考 给他们怎么样更好的待遇 更大的舞台 让他们在这里踏实地干 如果我们今天 不能够为小董老师 他们创造更好的舞台 更大的价值 他们走了 是我们的损失 是我们应该反思的 是我们应该反省的 我们应该升级我们的机制 让他们在这里 能够获得好的物质回报 好的精神价值 各位这才叫格局 理解吗 不要把关注点花在 怎么控制别人 怎么让别人忠诚 你把自己做好 这世界上没有太多的人 有梦想的 也没有太多的人 想创业的 永远提供 比第三方更